这个呢就是昨天那个捏了的那个小木槿 很多的花肉收到以后呢 就是说感觉总捏捏的 咱们不是说泡一晚上吗 泡一晚上的结果是恢复了薄薄的生机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恢复了 很多的花肉在收到花脱水之后呢 都可以进行如此的处理 我这个是整整泡了24个小时 一天一夜 好吧 所以你看到下面的一个小牙子 也全部都鲜嫩鲜嫩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晚上抽出来的 这玩意生命力很强的 一定要给透水 给透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你看全部都制定起来了 接下来呢就可以入盆了 那老规矩 咱们用到的花盆呢 还是这种排水透气的 花博士的六花树源盆 咱们家也有卖 接下来呢加入底土 这个根系你就别动了 它这个根系蛮好的 什么都不需要处理 就只需要入盆就行了 底土 笔画 底肥 不要埋得太深 各位花友 在种花的时候 千万不要埋得太深 浇不浇水都行了 现在不缺水 之后不存在缓苗 这一说宝贝们 正常的光照 正常的养护 尤其是春天 好吧 很多话 如果放到阴凉的地方 基本上阴几天就阴死了 给足光照 下季高温的时候 就是下季高温 大家买花的时候 避免强光暴晒 就中午的太阳别见 一早一晚的你还可以晒 把土压实 正常养护即可 估计啊半个月左右 就开花了 小木槿非常的皮实和好养 然后呢花友说 13块8 13块8 你看种出来的效果 它并不是很差 你非得让我去 打它的甲 去揪它的错 你这样看 是不是人这个苗子 就很直了 对 一分钱一分货 宝 需要花友们呢 也了解这个事吧 小木槿非常简单 你就给足光照就行了 爱生虫子 爱生腻虫 打点笔丛林 就很好解决 光照给足 只要是别很冷了 它就基本上一直开花 肥料别缺 除了怕冷 没别的毛病 也不怕热 夏天都可以放室外 你只要别缺水 好了 我老花一 仰花最真一 一篇关于木槿的一个开箱 至于让咱们平分的话 13块8 你这种不给 不给满分 也说不过去 现在这种状态 但是呢 差就差在 它的一个打包啊 什么方方面面 反正13块8 没什么好讲的 综合得分 还是有80分以上的 很好 就这样 一分钱一分货 我是老花一 仰花最真一 如果这样 看什么开箱 可以视频和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